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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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fdino 最專業的 スプレー缸製品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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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老司推車 你是不是覺得 為什麼要再拍一次的 我是那麼沒sense的人嗎 同樣的一個 特斯拉仙草 我會拍兩三集嗎 不同台啦 是汽油版的啦 這個是我去拍賣場 把它拍回來的 那這個基本 它的數據 我跟大家講一個 跟前一代比較大的差異性 引擎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引擎的馬力多了一批 那最重要的是 它現在是雙凸的引擎 所以我可以帶大家看一下 引擎室好不好 因為這車看過了 汽油版的沒有盲點 然後倒車顯影 我買這台也沒有選配 Modulo大包 這台也沒有選 然後內裝基本上 它也不是白色的 它也是跟這個 原本一樣灰色的 那我很喜歡它這個 雙扶式方向盤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引擎 因為我在想說 這個引擎也不一樣 你看這邊 GHNL 15Z1-225 1498cc 前一個上一代的是 1497cc 雙凸引擎 它變得比較窄 然後比較寬 兩根凸輪軸 所以它會變得比較寬一點 為什麼我會把它買回來 因為我覺得 試過油電板 沒有開一下汽油板 很想要體會一下這個汽油 因為很多人問我 其實這個問題 自從上次油電板之後 就有很多網友問我說 我到底是要買汽油板還是油電板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必須自己去計算 用車的頻率高不好 基本上我的建議就是 你里程高的時候 你再買油電板 那你如果屬於那種 正常使用 一年了不起開個一萬左右 我就覺得 你可以買汽油板就好了 我自己是這樣子評估 那當然你自己可以評估一下 你自己的經濟狀況 有人覺得 花80萬買一台 小車很貴 有人覺得 花80萬買一台 小車我好便宜 基本上 我們今天這台 拍賣買回來 應該是掛牌車 那它的里程呢 只有五千多公里而已 所以你看 進去還可以聞到新車的香味 那我就把它買回來 這個一樣測試完 就把它處理掉 對汽油板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關注一下 我們的Facebook 隨時都有機會上架販售 欸這也沒選 你看這種掛牌車 一定是什麼都不會選的 我說後面那個戰板 對啊 那板子也沒選啊 七千塊的戰板 對啊七千塊的戰板 好好好 出去試車 Pafdino 最專業的 Spray管製品 製品 一年間的保障障礙 服務 想不到這麼快 就有新款的汽油板吧 當初剛好買新的 那台我其實賣得很捨不得 油電板我們那台新車有沒有 拍完片好像隔一兩天就賣掉了 被我同學強姦了 我最後是 友情價賣到七十三萬 回來四個車 撩雜板了 然後自己再花錢再去買一台汽油板的回來 我在幹什麼 我在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是要買回來 還是要這個 試一下說 這個汽油板的到底是怎麼樣 基本上我們就是一種包款的概念 不過我跟你講 我們這一次這個 這一台汽油板的 我們是買中古的 所以再怎麼樣 都不會有前一台撩錢撩這麼多 然後這一顆引擎 好像比前一顆引擎多一cc吧 1498cc 前一個舊款前一代的是1497 馬力呢 多一cc多一匹 厲害了吧 我記得這個是121匹嘛 然後14.8的扭力 但兩顆引擎是完全不一樣的啦 那個整個容積就已經有差一cc了 而且齁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舊引擎是單凸的 新的引擎是雙凸的 雙凸的話就是這個 轉速在銜接 力道在銜接的這個力量會比較密集 相對改裝潛力也會比較大 對不對 以前喜美我們在改單凸緊繃 就是單凸ZC引擎130匹 雙凸引擎可以弄到嗎 160-170 原廠的應該就有160-170 B16A的雙凸引擎 HONDA就是這個 買引擎送車殼 車殼都多了 所以車殼很輕嘛 不過這一代的這個 FIT也真重了 前一代的重量是109 是這一代是1117公斤 重量 重了一些 這一代的軸距跟前一代的軸距是一樣的 但是這一代的設計 我覺得更加的 空間更加的延伸 開到高速公路我覺得一個 最直覺的跟油電板一樣 隔音真的 好很多 好非常的多 包含這個風切聲 前一代真的完全不能比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這個 引擎的運轉的品質 也明顯的提升非常的多 我起初以為 油電板是因為它的那個 引擎比較少啟動嘛 所以這個它的怠速 會變得顯得 誒方向盤的感受啊 或者是你乘坐在車室裡面 感受它那個震動 引擎的聲音 是比較安靜 是合情合理 但是我沒有想到 我開到汽油板以後才發現 其實汽油的耶 引擎的聲音運轉品質也很不錯 而且怠速整個方向盤的水準也蠻高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會好像看到 HONDA都一直講好話 我會覺得 你有本田情節嗎 我是沒有啊 那你覺得 好啦來來來來來 那你覺得這台車 哪裡你看不順眼 你叫做 我看一下喔 你坐得好 你坐到現在 你現在光這個乘坐的感受 從進來這個空間到坐下來 你眼睛所及 手可以觸摸 你覺得你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你看不順眼的地方在哪裡 有啦按鈕 我覺得這按鈕 沒質感 不是它應該要在左邊啊 啊 因為我們在那邊開車嘛 你這樣媽的 你這樣又要被酸 不是啦 又要被觀眾朋友提醒了 開車怎麼可以 對不對 怎麼可以 在那邊按呢 人家是貼心的設計 是這樣子 讓副駕駛坐來幫你按 懂嗎 這就是從日本移植來的 懂不懂 阿達你到底懂不懂 這個是貼心設計 好不好 它是要你在方向盤上 完成所有的操控就好了 好不要守在那邊 危險 好不好 好然後我們今天這個 買進來這一台是21年的啦 跑5000多公里 我在猜這個應該是他們的 原廠的領牌車試出的 我是在拍賣場拍到的 好最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拍回來的價格 那我覺得一個就是說 它在價錢上面啊 我覺得稍微已經幾乎 跟前一代的價錢是差不多了 74萬9的再加上折扣 其實已經跟前一代的價錢還不錯 而且這個整個空間 跟它的運轉 跟行駛的質感都有所提升 那你剛剛講到 我剛剛是在問你缺點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有時候講缺點 你不能講說它全部塑膠感太重 其實它全部都塑膠的 整個黑色的門板 黑色的中控台全部都塑膠的 你這樣講也有人會說這個 啊70萬的車就這樣啊 不然你是要怎樣 啊有人會說HONDA就是買引擎送車 不然是怎樣 欸講什麼都有人說欸 你知道那個酸民啊 我看過一個最厲害的留言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人在那個開電動車 然後在充電的時候啊 那流行 欸這是一種 時尚你知道嗎 所以它充電的時候要怎樣 打個卡 怕人家不知道它開高級電動車 打個卡 欸充電鐘 等待鐘 怎麼沒有人發明一種 五分鐘就可以充滿電的東西 啊下面就很毀啦 有啊汽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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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有人發明喔 五分鐘就可以開 比如說五分鐘就可以開 四百公里的充電器這樣 下面就很毀 有啊加汽油 哈哈哈哈 五分鐘就可以開四五百了 哈哈哈哈 喔講到油耗喔 這台車油耗起來不差 它平均有十八公里左右 高速可以到二一啦 平面十四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算是 汽油本身 它的油耗就 我覺得也不差 雖然沒有那個油電那麼變態 你知道我同學買有那個油電車 爽歪歪你知道嗎 他說他大概一個月加一次油 他說他真的會忘記他上次加油 是什麼時候 而且它其實它這個前座的視野做得很棒喔 它的大面積的前檔風玻璃 再加上兩個很大塊的A柱的小三角窗 它真的讓你的車頭視野變得超透 之前有人發明一種柱子都可以看到那個影像 是全畫面的 所以後來不知道為什麼都沒人用就消失了 我覺得很棒耶 你如果前面整個是玻璃 就像 那像什麼你知道嗎 開遊覽車 哈哈哈哈哈哈 遊覽車不就這樣 弧形的一個大玻璃 開遊覽車就好了 有人說這個 找工作說 你的興趣是什麼 興趣是車 然後又想賺錢 然後就做什麼 停車場管理員 哈哈哈哈 然後像阿呆有沒有 阿呆你試著做什麼工作你知道嗎 做 客服 為什麼 因為你一旦交了女朋友對不對 你很擅長為了不是你的錯在那邊道歉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蠻適合當客服的 哈哈哈哈 好不好 做客服的第一個大方向大的原則 好不好 找雙魚做的則沒錯 哈哈哈哈 超安靜的耶 方向盤完全壓縮 喔壓縮機啟動 你聽到一個壓縮機啟動的那個 嘎的聲音 可是很遠 其實在距離你蠻遠的地方 然後這台也是一樣是這個半數域的 跟車喔 半數域的跟車 30以上才會做動 阿呆你有沒有越來越喜歡這個車 你現在有沒有開始在想說 如果你搬到新店山上 你要選哪 什麼車 有欸 還真的有 廢話 我第一天認識你喔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你想哪一台好不好 好像這樣 IS300 對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在你屁股有幾根毛 我都知道喔 我跟你講 而且我還在路間一直看那個大寶 哈哈哈哈哈哈 好險我沒有 我家比較烤漆 現在呢 我就知道阿呆在衝三小 欸3000的稅金很貴耶 你知道3000的一年繳一次稅金啊 大概是什麼概念嗎 就大概你有半個月的工作是白幹的 哈哈哈 你如果能夠接受 你如果有這種心情去調適的話 我覺得OK 哈哈哈哈 上次那個油店有牛叫聲對不對 好 插到底 parti 幹一樣啦 哪怕我學一次給你 好 喂我剛剛 writing我這樣 才 ground 很 Э أو 誒 電沒有方向盤快撥 退檔 欸 不可退啊 喔 D4 有 喔 它現在在四檔耶 它最多是幾檔啊 五檔 欸 有到六喔 欸 有到七 真的假的 啊 它模擬的啦 模擬到七速耶 現在是D3 好 我們用D3看一下 有啦 還是有牛啦 就是這樣 D4 欸 我才兩秒沒按它就會跳回來 除非有打到S吧 是不是 變S了 欸 S是不一樣的東西耶 S它好像兼著Sport的意思耶 不是有一些S是Sports Mode嗎 就是 調到S 或是M 有沒有 有些是M 就是你可以手動 可是它這個調到S是S檔的意思 你看我現在不換檔 可是明顯的它牛叫聲變小了 因為它轉速一直維持在一個地方 它開起來的感覺覺得扭力變大 再加速變得更快了 所以它的S並不是手自排的意思 是我錯覺嗎 我怎麼覺得方向盤扁量比較重 我來感受一下方向盤是不是重量有變化 我覺得有耶 我覺得有耶 你也覺得有 嗯 你用看著就知道有嗎 我用感受的 你啦 你是感受耶 有啦 我覺得有啦 我覺得底盤蠻不錯的 但是會讓我有一種覺得輪胎不夠大的感 我覺得這台車可以把輪胎加大到17吋 這個輪胎如果再提升1吋的話 整個在山道上面的過彎 你會更加的有信心 當然現在我覺得 你有聽到輪胎的聲音嗎 剛剛那個彎其實輪胎已經有聲音了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輪胎 比起它的底盤我覺得 秤不起來 可是其實你有沒有發現現在路上還沒有很多耶 很偶爾很偶爾才會看到一台 不知道是賣得好還是賣得不好 而且幾乎都是白色的 我有看到早紅色的 早上的時候只看過一次 你有看過喔 嗯 我知道缺點是什麼了啦 它的椅子很滑 它這個很像牛仔布你知道嗎 超滑的 但你可以晃一下你身體 其實背部兩側有一點點的 防側漏的那個 側 那叫什麼 有翅膀 有一點翅膀 可是椅座啊真的很滑 它這個材質是很滑的材質 如果認真 我覺得這台車 剛剛講一個輪胎我覺得可以再大一點 第二個我覺得椅子有點滑 它這個Sokai 同級車有質感更好的嗎 有喔 馬二的質感就不錯喔 對不對 用料上面來講 好久沒有聞到新車的味道 我們好久沒有再去買新車了 最近好像沒什麼新車好買 不是 我換一個想法 最近好像沒有什麼我買得起的新車好買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本來就 看那BRZ我實在是 我本來是想買BRZ 可是我真的買不太下去 主觀啦 主觀我自己看起來覺得 它那個車頭的燈改有點太圓了 你知道嗎 它那個車燈讓我想到什麼的車燈 你知道嗎 什麼 KUGA那一種 就有點像跑時機的那種 對對對對對 很像MAKIN那一種有沒有 我覺得那個頭燈讓我想到那一種 有一點像雞蛋型這樣 而且內裝看起來啊 跟前一代好像 出風口啊什麼 中控台設計跟前一代超像 它下降會有擋煞 我還是挑S模式 如果挑S模式擋煞更明顯 短觸拉更高 我喜歡這個S S檔的方向盤 稍微重一點點 可是還是很輕啦 還是很輕 但是稍微重了一點點 還是蠻大聲的 真的蠻大聲的 我忽然這個想要加速一下 我就覺得它真的是蠻大聲的 好啦 我總結一下 這個試過油煉板 所以今天這個 靜態的時候我們看就比較快一點 大概看一下引擎長什麼樣子 齁 那其餘其實因為 全部都大同小異 包含輪圈的形式啊 包含所有內裝的鋪陳啊 就說少一個盲點 多了一個方向盤的快波 其餘其實都差不多 那我覺得開起來是比 我想像中好開很多啦 我的印象中第一次試的時候 我從前一代的Fit的那個 開起來的感覺 直接跳到油電 所以那個落差真的很大 對於那個噪音的抑制啊 跟這個開起來的這個舒適感啊 跟運轉的品質啊 整個是大跳躍 所以我會很驚豔 這一次稍微回來一點 在比較接近前一代的形式 一樣是汽油的 然後來做一個比較 我覺得還是有 蠻大的一個進步啊 如果它價錢賣的跟前一代差不多 我真的覺得 四一台可以買的車 對我來講 有人覺得那個外觀那個開口笑是不是 他們說什麼 那叫什麼 扣到星球 哦哦 對對對 動物扣到星球 對啊 那這個就比較主觀一點了 那整台車的元素配起來 我最喜歡還是這支方向盤 雙扶的 對 真的非常的日本味 那不然去日本 我們只能賭物詩琴 只能多看一些跟日本相關的影片 我說的是旅遊影片哦 欸不要這種話從我嘴巴說出來 你知道有那種 有人拿著那個穩定器 然後就在日本的街道上 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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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你自身 就是你好像是你在日本走路的那種感覺 他就這樣一直拿著 然後這樣一直走 然後我就 哇 看起來好好吃哦 哇那邊有梅亞走過去的 真的啦 好啦 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好不好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分享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前一台賠了10萬 這一台看能不能小賺一點點 應該是賺不到一成 啊對 沒有分享價錢對不對 這台車哦 新車定價749 現在便宜幾萬我不知道 然後車要不要等 我也不曉得 那我買到手的金額是61萬 接近62萬 我覺得沒有很便宜啦 因為我這樣賣出來 我也不可能賺到一成 一成太接近新車價 一成 假設加6萬上去 欸68萬 還不買新車 好而且我們 雖然也是原廠保固 但至少我們也開了5000多公里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開架 我自己想我應該會開在65萬 69萬 買買買買看吧 當初看到這個車 在拍賣場看到 我就想說想要試看看汽油板到底 能不能買 這個車我覺得汽油板開起來 真的會比較有在開車的感覺啦 這是確實的 好 開油電板開起來會有種不真實感 就跟我們那個賽車虛擬方向盤一樣 不管你跟我說有力回饋或是什麼什麼軸 我都覺得怎麼樣開起來都還是會有不真實感 所以我一直在想 不是有些人會把那個電動玩具有沒有 比如說這樣做了一個像真的車子的座倉 然後你坐在裡面這樣開 對不對 甚至有一些車子會這樣左右有沒有 我覺得那個都不夠屌 我們下次坐一個有沒有 把它坐在這個副駕駛座這邊 然後阿呆你開著車 然後我在那邊開賽車 然後你看我加速一下 你看我右轉就右轉 我覺得這樣真實 那要不要乾脆直接去立保就好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好啦 分享完價錢對不對 好 那這個喜歡影片記得 訂閱留言分享開小鈴鐺 那會員頻道會加入 聽說現在手機是不是開放加入鈕 我聽說好像iPhone有開放的 如果沒有開放加入鈕 記得用網頁版 用你的電腦去加入 要不然就是手機用網頁版 Google去開YouTube 你才看得到加入的按鈕 好不好 下次見 掰掰 阿呆你真的很擅長為了自己不是自己的錯 你會做道歉嗎 真的阿 我要煮 阿你女朋友有煮過東西給你吃嗎 有阿 但是我比較燙 你知道那個有一次齁 我到一個女朋友家裡 她說她要煮飯給我吃 然後我就看女朋友要煮飯給我們吃 不管她煮的好吃不好吃都得吞吧 齁 我這個想法一直持續到什麼時候 我才打消這個念頭你知道嗎 就我生筷子要去夾螃蟹吃的時候 螃蟹用鉗子夾住我筷子的時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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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打消這個念頭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第二個 還有第二個笑話 這個一對老婆跟老公去餐廳吃飯 然後菜送來老公就開始吃了 然後老婆說 欸 你今天怎麼那麼快就吃了 你平常不是在家裡吃飯 你不是都先跟上帝禱告完 你才會開動嗎 先生說 喔沒有 沒關係 這邊的菜我很放心 哈哈哈哈 不用禱告 Pafdino 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 スプレー缸製品 製パカク 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